美國政議院議長普羅西訪台引起大陸不滿 出國集團外長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局級代表 星期三發表聲明 政衝方不應該以此作為侵略性、 官司行動或者撇逼的藉口 說會導致不必要的升級造成地區不穩 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星期四 居然的禮行記者會上回應 相關聲明讓人有時空錯亂的感覺 這幾個國家的外長竟然還以為自己 身為一百二十多年前的八國聯軍時代 今天的世界就已經不是帝國主義的列強 可以在中國大地上擁護揚威為所欲為的世界 他們的列強夢應該醒醒了